中国剪纸 一张纸能玩出什么花样? 古老的中国剪纸给出了答案 精巧雅致的扬州技法 粗犷凝练的安塞风格 从南到北 辽阔的中原大地上 但是中国剪纸 生出了多种多样的剪纸流派 用剪刀将纸 裁成千变万化的图案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镂空雕刻的技法 就被运用于工艺品的制作当中 真正意义上的剪纸艺术 产生于造纸术之后 相传汉朝时期 一个书生随手写下一个福字 妻子把它撕了出来 这就成为了剪纸的前身 北朝团花剪纸 是最早的且有据可查的剪纸形态 在几何形团花之外 剪出对马 对猴等图案 刀法剪练 具有古朴浓郁的民间风格 随着记忆的不断进步 剪纸在颜色上 有了单色和多色的区分 文样也发展出了 人物、鸟兽、山水等多个种类 承载着人们的生活意趣和美好愿景 看,这莲花抱鲤鱼的图样 不就是千年流传的祝福 连年有余吗 一张红纸 一把剪刀 剪出的是代代相传的 中国普通百姓的勤劳智慧 快拿起纸和剪 创造属于你的趣味剪纸吧